近日,纵横歌坛44年的62岁台语情歌天后龙千玉 推出新专辑《十一号码头》 出道44年的她人生几经波折 24年前发现恶性肿瘤 12年前女儿意外过世 她一度走不出阴霾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台娱乐圈 作艺人往往是一些人迫不得已的选择 歌手龙千玉就是如此 年少是家道中落 使她不得不早早放弃唱歌的梦想出来卖唱赚钱 打拼多年好不容易走上正轨 却在中年遭遇父亲女儿接连离去的双重打击 尽管悲痛万分但只能重返歌坛养家 不料又罹患癌症 龙千玉脖子下方如今还有淡淡的疤痕 她表示那时候去按摩做脸 美容师发现这里脖子有一颗阴影的 叫我去照一下 先看了第一间 医生说没什么问题 一阵子又回去做脸 美容师叫我换一间照看看 一看医生就说准备开刀 有不好的成分在里面 她坦言当下很错愕 怎么会是我因为她吃的健康 养生也不熬夜 一度还想是不是医生看错病例 结果确诊甲状腺癌 当时龙千玉在家中哭了好几天 还思考了如果只剩十年该怎么活 后来她将两边甲状腺拿掉 现在终身都得吃药补充电 事实无常让她体认到心态决定一切 极有乐观的态度与潜心学佛 她透露接下来的人生只期盼一只狗一个房子就好了 能吃能睡能跑能动 我喜欢简单的生活 距离离癌已经24年过去 好在龙千玉幸运的未在复发 龙千玉曾与一人曹西平的哥哥曹南平有过一段婚姻 并生下一对子女 然而七年后她低调离婚 还接连遭遇女儿不慎跌倒促势 儿子车祸坠骨索性平安救回等巨变 近日龙千玉低调证实 爱情长跑二十年的圈外男友 岂时早向她求婚 龙千玉透露 自己担心婚后必须兼顾两个家庭 无法像现在一样把妈妈和儿子摆在第一顺位 因此婉拒了再婚提议 不想手脚被绑住 龙千玉坦言当初被男友的浪漫打动芳心 对方曾送她九十九朵玫瑰 每年也都不会忘记办庆身派对 目前两人感情稳定 妈妈也把男友视为女婿 龙千玉认为比起结婚证书 陪伴更加重要 龙千玉通过采访 曾透露自己曾患上甲状腺恶性肿瘤 经历多场生死离别之后 龙千玉非常坦然 直言看淡生死 人走了就像灯掉了一样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把握你还有一口气在的时候 想做什么就赶快去做 采访中 龙千玉说现在不烟不酒 不吃冰不好甜食 每天都会喝热天喝水果汁养生 不过她其实已经看淡生前 买好了生死契约 保险和十个塔位 现在有四个塔位放着家人 六个控制的留给自己及上在人生的亲人 龙千玉本名江玉琴 1961年出生于台湾基隆一个普通的家庭 从小时候起龙千玉就展现出在歌唱方面的天赋 因为家境的关系 她不能够去专业的培训学校学习唱歌技巧 十几岁时为了分担父母的压力 也为了锻炼自己的嗓音 龙千玉选择去街头卖唱 慢慢的她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批听众 也开始赚到一些钱 彼时的龙千玉正是十几岁的年纪 年轻人心里总是会向往更大的舞台 她想与演艺公司签约 出唱片让更多的人听到她甜美的声线 可她几乎跑遍了台湾所有的娱乐公司 却没有一家愿意与她签约 面对现实给她设下的如此难题 她并没有选择退缩 没有公司签约那就自己干 此后的龙千玉专心于音乐创作的同时 也在积极地向外界宣传自己等待着机会 一个偶然的机会 龙千玉结识了当时著名的女歌手凤飞飞 慧眼十足的凤飞飞看出了她身上蕴含的巨大潜力 在她的引荐和帮助下 龙千玉以《江玉琴》为名 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华语专辑《南源春梦》 这张专辑虽然没能让她就此大红大紫 但让许多唱片公司注意到了这个小姑娘 终于在1982年10年21岁的她签约好几唱片 龙千玉就这样赤手空拳闯进了演艺圈 并开始了自己的歌手生涯 从1979年发行第一张专辑开始 龙千玉几乎是一年最少发行一张专辑 而她也平级一手手优质且高产的作品 一跃成为当时台湾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一 其中《书人不书阵》 《我比昨日更坚强》等作品至今传唱不衰 在台语歌坛更是被人称作《请歌天后》 与演艺圈的其他艺人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后 在结婚的做法不同 刚刚签约经纪公司的龙千玉 在事业正处于上升阶段之时 遇到了曹细平的三哥曹南平 当时的龙千玉虽然以擅长《请歌》闻名 可她毕竟也只是二十出头的年纪 哪里懂得什么爱情 当时长相帅气的曹南平 总会在她演唱结束之后送上鲜花 一来二去 两人就陷入到了甜蜜的爱情之中 不久之后 带着爱情的热烈与冲动龙千玉发现 自己竟然怀孕了 1982年的龙千玉 正处于事业的上升阶段 如果在这种时候 被大众发现自己未婚先孕 一定会影响到自己情歌天后的形象 事业也同样会受到波及 但初为人母的龙千玉 不舍得丢下这个意外降临的小生命 于是再三思考之后 她选择与曹南平步入婚姻殿堂 不知当多年后的龙千玉 回忆起这段往事 想起自己危残 穿过一次婚纱时 会不会有一刻为自己的决定而后悔呢 不过这些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十月怀胎后 龙千玉秘密生下了女儿 在这之后又生下一个儿子 此后的几年里 她一边继续闯荡歌坛 一边兼顾着家庭的责任 虽然辛苦 但想起孩子时 龙千玉还是时常感到幸福 1987年她开始正式使用龙千玉作为一名进军台语歌坛 其发型的手装专辑不如本熟悉 已经推出便获得巨大成功 于是她再次高歌猛进 1989年甚至连发三张专辑 在彼时的台湾歌坛龙千玉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天后 可这时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婚姻却亮起了红灯 婚姻与恋爱终究是两码事 演艺事业的大获成功 让龙千玉终日奔波各地 也让她和丈夫曹南平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 当激情渐渐退去矛盾 也慢慢暴露出来 由于性格不合 以及夫妻双方之间地位越发悬殊等因素 这段草率的婚姻仅仅维持了短暂的七年 便宣告离婚 后来草南平再婚并移居国外 龙千玉则独自抚养一双子女 离婚后龙千玉带着两个孩子生活 为了能给孩子们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 她发了分室的埋头工作 可随之而来的便是子女成长陪伴的缺失 在六七岁的年纪就遭遇父母离异 这对任何一个孩子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阴影 当时的龙千玉还不知道这会给她带来多大的痛苦 2012年7月30日 这一天是龙千玉51岁的生日 就在她满心欢喜地计划着如何度过时 29岁的女儿曹春林却因服用大量药物不幸去世 只留下一句原谅我 让我去吧 龙千玉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 明明前一天女儿还满面笑容地 以自己计划着第二天要去哪里吃大餐 转眼间却已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虽然法医表示女儿是意外死亡 但龙千玉已年轻时感情不顺 不堪回首 默认女儿是殉情自杀 龙千玉女儿的男友则表示 当晚两人吵架闹别扭 期间她疑似心情低落服药轻生 小时候的草春林常常一个人留守在家 智力破碎的家庭和长久以来得不到母亲的关爱 让她逐渐变得沉默寡言 心里也慢慢出现了问题 多年后龙千玉每当回想起这件事来 都会叩问自己当年 如果能多一点陪伴在孩子身上 一切是不是都会不一样 可惜如果只是如果 龙千玉甚至为此一度自闭九个月 女儿去世之后 龙千玉慢慢将生活的重心转移到了家庭上 她不希望女儿的悲剧再次重演 除工作以外的时间里 她都在悉心照顾着儿子 随着儿子一天天健康地长大 龙千玉也逐渐从失去女儿的悲痛中走了出来 可命运偏偏要捉弄她 噩耗再一次传来 一天父亲江玉成因为身体不适前往医院检查 这一查不要紧竟查出口腔癌 龙千玉得知消息后顿感五雷轰顶 正做精神后龙千玉安慰父亲表示 无论花多少钱也要把病治好 但彼时父亲的病情已经是晚期阶段 治愈的希望实在渺茫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 江玉成还是因病重不幸离世 失去女儿与父亲的双重打击 让上了年纪的龙千玉再没了征战歌坛的心气 她对外宣布将暂停自己的一切演艺活动 以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 然而命运无情的打击再次袭来 儿子在国外遭遇车祸 跌落谷底 伤情十分严重 索性这次上天并未将她的希望全部夺走 经过多次手术以及龙千玉的悉心照料 儿子总算捡回一条命 但巨额的治疗费用和术后护理 让她多年奋斗攒下的积蓄所剩无几 退出歌坛多年的龙千玉 决定在57岁的年纪付出 再次征战歌坛 这一次再没有什么困难能将她打倒 付出后的龙千玉 一改此前深情款款的形象 转而走起时下流行的唱跳阳光路线 支持她多年的的粉丝们 也纷纷为她加油打气 多年没有站在镜头面前的她 虽然显得有点局促和紧张 但得益于朋友们的鼓励 以及她热爱的音乐 龙千玉也慢慢从此前的伤痛中走了出来 在经历了如此多的伤痛后 龙千玉有了颇多的感悟 人生短暂 她不希望过去的悲剧再次发生在母亲身上 赚再多的钱也不如实打实的陪伴来得有效 珍惜眼前人永远是不变的真言 近些年来 龙千玉只要一有空便带着年于八十的母亲游山玩水 前两年趁着疫情停工 她和母亲游遍了台湾的山山水水 看着健康的母亲玩得开心 她也感到难得的宁静 如今的龙千玉已经是62岁的年纪 情歌天后的名号虽然早已不在 但甜美的深陷取而代之的是 历经沧桑后深情厚重的味道 与年轻时的自己不同 此时的她唱得不单单是梦想更是人生 以祝愿龙千玉今后的人生万事顺遂 平安无忧